現在上班是比放假開心 是的,當然了 有得開就好過沒有開 你想想林鄭的措施 我想來想去,她是避多於你的 首先她的措施 她就會使得真正正打工的人受惠不了 因為她派給僱主 因為她派給僱主,僱主收取人工資助時 她就要保證她那間企業是不裁員 她為免,你講一下六個月的時間 你知道六個月在這一段艱難時期就很長了 很難捱,即是等於老闆買大小 六個月他覺得是小的,他就買 如果他覺得超過六個月,我還是要解僱人 我告訴你,肯定先解僱了 到時,如果有風吹草動,那些客員會更多 他就再聘請人 生意更好,他就再聘請人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PM問我 為什麼會有這個見解呢 我就再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有些人聽不明白,我再慢慢說一次 老闆在這六個月內要經濟復甦 還有錢賺,或者收資平衡 至少要先解僱 如果是虧錢的話,他肯定會解僱人 他沒理由為了貪圖,人工資助九千元 自己也要解僱出來 如果你說像外國一樣,為什麼我經常強調 林鄭一定要學外國 因為英國,法國,他是出八成的 至少八成的 丹麥是出九成的 這樣的時候,政府出雞,老闆出石油 老闆就會出石油 你明白嗎? 多一個人去幫忙也好 多一個人去採道,做伴侶也好 兩折 一折出兩,兩折出兩,我當然會聘請 我平時聘請十個人的薪金 我現在出一個人的薪金就可以聘請十個人 那我當然會聘請 我大聘特聘請,如果我做老闆 你現在只是出一半,很多企業都不想怎樣 現在是很多企業,所以為什麼他會 趕快解僱你 到時候,如果多一番客員 做不成功,那我就在那段期間再聘請你 他就會變成不需要裁員 你明白嗎? 如果不是,如果不是生意還是拍烏鷹的 他當然不行 但是他就益了哪些人呢? 益了那些不是真正做事的人 比如說,我這樣才算 我城區開公司,ABC公司才算 是賣玩具的 我炒了那些企業,然後就聘請那些家爺底納去做 你明白嗎? 全部是HOME OFFICE的 你明白嗎? 我可以一方面出錢給自己的家爺底納 一方面又可以在政府那裡拿錢 你明白嗎? 所以要先把自己人的利益 那當然要利益自己人 所以說真正做事的人 我本身沒有上班,都給我錢了一個人投進去 因為你只是上6個月工作 比如說,陳思拉長期做家禽主婦 她都不上班了,又不需要納稅 好,忽然之間說,我請你上班 那你18000元就做6個月 我這個合約只是18000元,我請你6個月 就是政府資助我這家企業的6個月 OK,好了 6個月以後就要炒你,你沒得做了就說明了 那你政府要的企業承諾在你6個月不要炒人 6個月以後就馬上炒了,這樣就可以 是啊 那是不是優惠了那些本身不是做事的人 那本身做事的人就炒了,你明白嗎? 那些是趁早炒 自己人就趁早請 自己人出不出量,你不知道 這頭出給你那頭轉給我都可以 你明白嗎? 如果我請家人,我請我老婆 我請我子女,我請我老婆,我請我老婆 我請我老婆,你吹什麼 請了,那你怎麼辦? 如果那個賓妹可以請一請 差點要點人頭就 賓妹的同鄉都請了 所以你說林鄭這個是白癡 你那個方案是太低B了 她說會請多了人 我想一下也是會 不過請老闆的家爺底那 就多過真的請真正做事的人 那你只是拿來搞的 就是錯漏百出 那你明白嗎? 那你本身做開司拉的 或者是退休人士的 那你做就做吧 你不要說我公共職金 反正那六個月都不需要交稅 18,648,10萬零八千元都未到門檻 一個人免稅額是13萬二的 一元稅也不用納 還可以在政府那裡拘捕到5萬四 你說是做不做? 又是Home Office 不用你上班了 你明白嗎? 哈哈哈哈哈哈 這就好過很多人那份工 你變成真正做事的人就炒了 因為我不認識你 我出萬八糧給你 我在政府那裡拿9千 我自己也要貼9千給你的 如果我請我老婆的話 我出萬八糧給你 那我真的給她 對 左袋右袋 對,左袋右袋 我出完你給你之後 我拿完政府9千元 你麻煩你給我9千元 我還可以 誰知道呢 你製造一個這樣的漏洞 你幫不到那些真正需要輔助的人 反而又幫助到那些 你開公司那些人 那些企業的老闆 唉,真是 特區政府都要這麼白癡的 真是浪費鬼氣 喂,這樣就是 我告訴你 我想到,很多人都想到 這樣就變成了大家轉空子 在這個計劃當中 唉,那一定會拿盡的 有辦法就拿盡 喂,五雞四 為什麼不拿? 神經的你都 當然要拿吧 五雞四 那不如說你能留 你開公司請我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啊 你又可以開公司請我 是啊 對呀,這麼大的 好像賭勝和賭合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喂,你開一間賭勝有限公司 我開一間賭校有限公司 我請你,你請我 是啊 總之呢 總之就是 喂,做老闆都可以出去打工的 沒有抵觸的 哈哈哈哈 誰說不行啊 做老闆都可以打幾份工 真是慘到 喂,你想一下 現在這個情況是很愚蠢 唉,真的很愚蠢 真的很愚蠢 但如果一個人打幾份工 可以不可以呢? 你說 哈哈哈哈哈哈 一個人打幾份工 哈哈哈哈 又可以啊 哈哈哈哈 好像有個工會 喂,那我怕這大區政府 喂,那搞法這大區政府 會不會破產呢 這樣是 喂,那不敢不敢不敢 不要緊啊 是 還富於民啊 每天都拿啊 喂,那就是拿啊 哈哈哈哈哈哈 喂,比如說我七天都上班 我一天上一份工 我每一份合約都是萬八元一個月的 但是一個禮拜一天而已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有名嘛,大哥 是 我著名網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著名網民 喂,請到你來 真是榮幸知智逢碧生輝了 啊,所以 做一集就夠了 做一集就夠了 是的,那是萬八元 喂,那這樣就可以啊 你要幾個人開幾間公司 是不是啊 開七間公司 你又請我我請你 你請我我請你 喂,你真是特區政府 不要再想一下啊 那些這樣的橋段 真的 我們那些是計算 不是計算計算的 計算月薪的 計算月薪? 只不過你做一集就可以了 做一集就可以了 喂,到時候他質疑你 喂,你為什麼你回這麼少啊 關你屁事啊 因為我創作也要用二十九天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個月回一天都還可以 請三十間公司請我 你老美,你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愚蠢的 這樣很開心啊 我想全球呢 倒閉潮 倒閉潮 可能遲早 香港的商業登記又爆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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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還不敢這樣搞啊 失業率去到零點幾 好像掉到零啊,大哥 只剩下老人院啊 那些全部都不算了 那些長期失業的 三分鐘跌到零點幾 喂,難怪林鄭說他會請多了人 原來不是真的做事 哦,他想到這樣 是的,原來只是放水 喂,這樣是 那不乾的 不怕的,他有一萬億儲備 有時間還未出完 啊 那你出那麼百千億左右 如果這樣出了 哈哈哈哈 不是,你塗空他都不緊要了 不緊不緊要啦 喂 你那些人拿了那麼多錢 還不走啊 就是啦 不要緊要的 你不怕的,他還有外匯基金 不夠會注資 不夠會發債的 不需要和他擔心 加起來四、五萬億 是啊,五兆那麼多 不怕的 那些糧是有時間出了 那些糧是 所以他預約八百億 我猜不夠 如果這樣出發 哈哈 這個真的不違法的 我看過是不違法的 因為最重要是你不要炒人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打架 那你如果打架 那你不就補了一千多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你 不過呢 新增十萬個職位空權 哈哈哈哈 比美國厲害 不過有個問題 就是這個計劃一結束的時候 這個失業率會暴增 可能會說這二十多次 哈哈 那些大家族就發達了 我告訴你 比如鄧氏那些原居民 嘩,等我拆掉了 全家姓鄧的 全家姓的 哇,連那個太婆 也請回去做素地 我又出萬八元一個月 給她們吹嗎 吹什麼 我請她做Pants 那些子瓜姐 那些是萬八元 針茶又是萬八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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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抹桌子又是萬八元 吹嗎 是不是 你又沒有說最高工資 沒有啊 你沒有理由說 針茶最多只有萬二 香港又沒有這個最高工資 最低就有 是啊 現在搞得大家滑一 全部是萬八元 喂 這樣搞法真的行啊 我告訴你 啊 那就創造GDP了 哈哈 有Franck媽說 我們要供強積金 你為什麼要供不供就供了 供不供就供了 當然有啦 萬八元 九千元就供多少錢啊 九百 不是 九百元 萬八元供九百 好意計嗎 就是等於計水而已 五百百分之百加樂計水一樣 就是九百 九百的時候 僱主供九百 僱員又供九百 隨便有聰明 隨便有聰明 對嗎 只頂了七千二 只頂了 只頂了 是你扣分的 你供積金這樣 強積金這樣供下去 哇 股市爆發聲 哈哈哈哈 突然間全民擁有MPF 六個月 是啊 總之千八元一個月 九千元 千八元乘六 六百四十八 一萬零八百元 每一個人 你想一下 新增的戶口多厲害 厲害啊 真是厲害 股市真是升到 所以你想一下 這個真是無限Q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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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條招呼出來 不是廢的 我相信真的會有人參考 有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就是拿著商業登記 那就玩一下 這條商業登記 有無限 你開幾多個公司 你開十間公司都行 你知道嗎 是嗎 這麼厲害 你既然可以一個人 打十份工 那你當然可以一個人 做十間公司的老闆 這個無限是香港 自由商業社會 所以 想一下想一下 香港比沙達拉伯 每個人都老闆 走到街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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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行政總裁 大哥 真的 我今天又開了五間公司 又請了太婆 太公 真的 所以這一招很瘋 告訴你 你的家族越繁顯得多 所以都是人多好辦事 現在要太公分豬肉 哈哈哈哈 清明不要去拜山 拿份表格填方 登記成為員工 哈哈哈哈 麻煩你 真是很瘋 而且這個派錢 真的是全民派錢 你可以打工就有得派了 多好 是啊 等同於每個人派五計四 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份這樣的工作 或者你做到一個這樣的組合 你做到一個這樣的組合 對了 對了 那我絕對是值得的 你不是打一份工的 你可以打十份的 正如我所說 又不可以限你薪的 你怎麼說 可能我貪的那個老婆美女 我喜歡她來斟茶 我給她一萬八塊 你不能補完 我不是說 這個過份高的 不是 當每個人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那個市價就是 哈哈 那個市價就是 萬八塊 哈哈哈哈 你低過萬八塊就請不到 哈哈哈哈 就是將市價變成一萬八塊 那你糟了 這個經濟的價錢 就是經濟的價錢 到時候你可能給你 一百七七七五都不行 你請個律師就行 不是啊 我做了一個市場調查 我現在是一萬八塊 衝位數 現在彈上一萬八塊 哈哈哈哈 哈哈 出小五夠水公 阿婆也不願意做 是啊 真的 我明天去第二道斟茶 你不出一萬八給她 啊 啊